而彰化鹿港天后宫也是挤满了人潮 不少的民众都说这里的妈祖很灵 去年初他就提醒油品业最不好 果然就在年中发生了大同混油事件 而在今年初接连发生了混冲米的事件 没有想到妈祖也说米谷业运势差 似乎冥冥当中有那么一点巧合 彰化天后宫年初四一样寡规接神 但抽的不是果韵钱 是农工商农与养殖 各行各业超过四十多种职业迁 马年谁能行大运呢 去年畜牧业虽然受禽流感波及 今年渴望扭转颓势大翻身 颈椎在后的是被俘叶 去年底气候偏冷 衣物买气看长小有道理 运势有好有坏 最差的要算是米谷业 就这么巧 今年初刚发生混冲米事件 天后宫马祖娘娘的准 其实去年就应验 102年的大统混油事件 早在去年除了牵师就看出端倪 或许预测是个警讯 也提醒各行各业主脚踏实地 同搜无期才是上策 明治性企业旁门 张厚报道 cop